大家好 我是Stan 最近KPOP IDOL音樂正式進入了2分鐘時代 每首歌的長度在2分鐘左右的歌曲大量增加 導致在IDOL音樂市場中 想要找到超過3分鐘的歌曲變得非常困難 在目前韓國主要音樂網站的上層排名中 超過3分鐘的IDOL歌曲非常少 ILEE MAGNITY 2分41秒等 大多數歌曲都不超過3分鐘 這反映出當前KPOP IDOL市場的歌曲 時常正在縮短的趨勢 當然不只是典型的IDOL音樂 像是PEB的PAMYANGYANG 2分27秒 TAIN2X的2分51秒等歌曲也不超過3分鐘 那為什麼最近的歌曲都會控制在2分鐘的長度呢? 實際上不到3分鐘的歌曲開始受到關注是從去年開始的 當時在KPOP市場上 像ILEE MAGNITY 2等組合推出的歌曲就是流行的代表 以前一般歌曲的長度多在3分鐘的中後半 但這些組合推出的音樂將歌曲時長縮短了1分鐘 從而引起了業內外的廣泛關注 這種趨勢很快就成為了KPOP市場整體變化的一部分 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當前IDOL的特性所致 他們必須在國內外市場上都取得良好的成績 鑑於聽眾的關注度直接影響到人氣 目前KPOP圈的趨勢 是發布更符合KPOP主要消費群體MZ時代需求的歌曲 由於MZ時代習慣於觀看短影片 因此在短時間內採取自身策略並留下深刻印象變得更為重要 一位音樂產業從業者表示 如今除非是該歌手的粉絲 否則很少有人會聽完一首他們首次接觸的歌曲 由於人們傾向於只在符合自己需求的情況下重新消費該歌曲 趨勢已經轉變為尋找那些能在短時間內強而有力的吸引聽眾的歌曲 短影片上的流行直接影響音源的成功 這種市場狀況也是導致KPOP歌曲時常縮短的原因 歌曲需要適合短片的長度以便在平台上獲得全面曝光 從而增加音源的關注度 幾年前開始流行的短片舞蹈KPOP影片 需要在一定時間內展現歌曲的核心部分 這也大大影響了歌曲時常的縮短 以後甚至會出現一分鐘的歌曲嗎? 這種玩笑已不再是單純的笑話了 不過對於KPOP歌曲逐漸縮短的趨勢 也有人表示擔用 如果過於專注於成績和話題性 歌手可能會失去他們最重要的音樂身份和特色 在快速變化的音樂市場環境和對音樂本質的考量之間 最需要的是一種既不偏向任何一方 又能把握核心引領變化的態度 所以對於KPOP一斗音樂正式進入了兩分鐘時代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一個消息是 一個韓國女高中生們判斷長得帥的四十代男演員是大叔還是UBA的YouTube影片 受到了網友們的關注 他們的判斷標準是 1.大叔 2.叔叔 3.UBA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結果 1980年生 周森武大叔 1984年生 一結婚UBA 余元祖UBA 曹和俊UBA叔叔 85年生 聰俊GiUBA 伊光蘇UBA爸爸 伊東云UBA叔叔 大叔 伊明GiUBA叔叔 伊東云UBA 伊東云UB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